事情是交給老天爺的 自己把自己每天的事情做好是最重要的 自己都沒做好 老天爺要丟給你那個位置 你也接不起來 因為我以前沒有管過這麼大的部隊 那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機構 所以我可能只有管管我的幾個小助理 以前是監督市政府 其實沒有真正做過所謂的領導人 這次碰到第一碰到 上次就碰到疫情 還好因為市長是醫生 然後衛生局長也是醫生 旁邊還有一個曲大成醫師 是17年前我跟他一起抗疫 那時候是在和平醫院 我在當醫院 我還幫他調物資 17年前我們就一起抗過疫 所以有幾個專業的大人物在我旁邊 其實防疫我並不緊張 那我的工作是去調度台北市所有的局處 來配合防疫的工作 所以這個對我來說是很大很大的感染 因為一開始就面臨這麼大的事情 而且沒有人有經驗 反而是我跟其他人有一點經驗 因為有一點經驗 所以大概知道要怎麼做 要怎麼翻 那市長當然做政策的決定 但是很多細節是我要去溝通的 第一 台北市的工藝非常優秀 你只要命令清楚他一定是命令他 所以我只要把我們要做的事情把它set好 然後發布明令 然後去確認他可以把它做 其實這真正的事情 台北的防疫一直在一個很穩健的地上 所以我自己的感覺是 優秀的公務員 其實只需要清楚跟人群的指定 然後接下來就不到大火 大火根本就是下環路 我第一天去的時候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這麼多的 在現場那個心事垂到底上去 但是我要很整理 因為一天至少很難度 我在現場 我必須要馬上回到整個回報時候的狀況 然後我要進去看他的原因 要出來一個媒體說 大火之後其實才是考驗的開始 這個大火我們燒出了很多 他是他的問題 我們也有我們的問題 我們的檢查都有做 可是不夠確實 然後業者自己關掉 可是之前的檢查 我們沒有很確實的看到 所以他好像在施工 我們並沒有很驚覺的差距 他沒有來申請 但是我們去檢查的時候 其實應該要有同仁有看到的 更積極一點去查的話 可能就可以冥出這個函事 所以後來就整個改變所有台北市 市長就叫我們 消防局也是我 所以我們就把 我們歷練來 以前為什麼急剎腦 找不出這些原因 然後全部不列出來 市長說先列問題 一條一條問題 所以我們列了大概兩個月的時間 去列了所有的問題 一條一條急 一條一條急 所以這是一個抽絲破檢的過程 因為我以前當然也大概知道 哪些地方會出融資 所以我比他們可能還更知道 漏洞會出在哪裡 對 所以其實很多同仁都說 你怎麼比我們還清楚 我說因為我這個 都要不要跳 所以弄出來以後 一條條件 你就會發現說 怎麼高計啊 他不幹不做了 因為他違規使用 他使用回去不對 然後他也沒有按照我們的規定 突然就每個月去辦開張發單 以前的店家就把這個當成成本 反正都會來開單 我也不用改 然後這次我們就是改完所有的SOP 你超過三次以上發單 我就要看 看完之後 我就訂出我們的SOP 你如果幾個月之內不改 對不起就是斷順電 後來我就發現說 這是業者他們一直在看 你一定不是玩家的 你們一定是玩家的 他沒想到我們是 我們的目標是安全跟合法 至少你要安全 我每個月會去跟他們機場一次 我去機場過物理之家 機場過夜店 也去機場過酒店 我們一條一條的 慢慢讓你知道說 台北市怎麼是完整的 所以這個公安 我覺得至少我們幫台北市 改變了這個長年以來 流於形勢 然後就是為茶而茶的這些 然後一直有那些暖七八道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至少這一次 我們就把它盡量 機場氣候 燒子化 高齡化 還有我們城市裡面的 我們已經是算是城市裡面 我們已經沒有工業 所以環境是相當好 可是這前面這三個大問題 是這個城市必須面對 然後最重要是機場氣候 台北市未來的展望 我們現在在做的其實是 從天上看台北 我們要留下什麼樣的城市 我要一直開發開發 台北市應該把你堅持在 某一些原則上面 所以我們不會像其他城市 然後突然間 都會想看過 因為看到台北市很難 因為就很嚴 為什麼很嚴 就是堅持有一些價值 你要一個城市裡面 帶著這個城市 看看二十年後 他應該長什麼樣子 我自己最需要改善的地方 特別說我們聲量不太夠 就是要網路聲量 你看我當議員二十年 其實我是一個 蠻 老老實實在做我自己的事情的人 我也不太去 去那個 滑重屈重 或者是去 做一些 可能是博取 那個 眉光燈的 這不是我的個性 可是我一直就覺得說 做實事 說實話 還是比較重要的 有一些東西是會戳破的 中央你那個防疫 不是防疫 你那個美術 真的是亂扯 我就是 我就是會講 我就會講實話 所以他就弄個牛肉面 來折折我 就是 該說的事情 我都有去說 只是他們不曉得那一天 我會突然解釋上去 本來是我要去 因為我提一個 臨時動議的案子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不是那樣的人 所以 你看 從牛肉面事件好 你心處不正 你想利用媒體 你反而會受傷 我要再加油 加油就是 講話不能這麼死 要搞笑一點 今天你在議會有說 在學習還在準備做功課嗎 喔 在議會背學的時候 那 所以我還在做功課 進度 進度就是每天做一些 你有沒有做好準備 能不能夠掌揭 這些準備 那我都覺得 事情是交給老天爺的 自己把自己每天的事做好 是最重要的 自己都沒做好 老天爺要丟給你那個位子 你也記不起來 當小兵的人 去當兵的人 應該都有一天希望當將軍吧 是啊